医疗题材剧《急诊科医生》正在热播中 丁阳在剧中饰演王洛丹的闺蜜音祥 在上周播出的剧情中 音祥与江小琪遭遇了离奇病例 僵尸美容 患者信誓旦旦地说出 僵尸美容是最安全的美容方法 美容过程需要把自己的血抽出来 把血液中最高级的营养成分提炼出来 再打回到自己脸上 音祥听闻瞬间明白了患者得病原因 反驳道 每个人的血液离开人体后 要离心 要浓缩 要成分化 无法保证没有污染 而且机构改变了 字体免疫排异反应都来了 这样的剧情也非常符合 当下社会人人都爱美容的流行趋势 而在随后的彩蛋小百科里 丁阳还会告诉大家发烧的应对方法 我们经常会跟朋友说 哎呀你发烧感冒了 你要多穿多盖 不要着凉 不要吹风 这个老观念我们适时的可以改一改了 发烧的时候应该冷了穿 热了托 这样才能及时讲闻